那么法部长罗英雪怎么说呢 他昨天晚上在办公室 直到确认枪决执行完毕之后 才下班离开 他表示之后 这个签署死刑 让他抱持着平常心 但也敢看 其实他很同情他们 罗英雪说死囚活得这么辛苦 并且强调执行死刑的审核过程 非常的慎重 他只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 而针对外界质疑 执行死刑是为了平息歌喉的民怨 他表示 枪决需要花这么多时间准备 只是时间点有点凑巧